嗨 大家好 我是妹 歡迎再度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擁有翹臀 無疑是許多女孩的夢想吧 尤其是在疫情來襲之際 很多女孩做的資訊我說 妹 妳在家裡到底要如何有效的打造翹臀呢? 過往我已經分享還蠻多在家練臀的影片教學了 那最近啊 我又開始拜讀了一些書籍 認真地增進我的知識 發現說 哇 原來是那麼的具有科學的一套系統化的知識 所以啊 今天的影片就要不嘗試的公開 12個最精華的在家裡有效鍛鍊臀部的動作 如果你是認真地想要打造你的屁股 或者是想要更混圓臀心的人 一定要好好看這個影片 那這次的動作教學呢 會需要你準備一條阻力帶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兩腿中間套上一條阻力帶 可以去提升動作的困難度同時 可以去增進我們大腦以及臀肌的一個感受度 而且阻力帶小小一條 不論你是在家裡鍛鍊或者是外出旅遊 隨時隨地都可以練 非常的方便 個人推薦TINGJOY的翹臀圈 比起一般市面上的阻力帶 大多是塑膠的 不僅阻力不足 更容易滑動脫落 那TINGJOY的翹臀圈呢 不僅有獲得專利 棉布材質相當的耐用 內裡的止滑 設計呢 有助於固定發力 改善容易跑位的問題 那多年來我都是使用比較基本款的翹臀圈 那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使用的痕跡 它已經變得有一點爛爛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會需要一條非常炫的 獨家聯名款爆紋翹臀圈 那這一集的教學呢 會搭配這一條可愛的翹臀圈 如果你對這次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看下去囉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呢 首先跟大家講解臀部的基本構造 臀大肌的占比最大 決定我們的整體的外觀以及形狀 臀大肌又包覆著臀中肌 為次要的肌肉群 往下控制著髖關節 且影響細關節的生物力學 臀小肌則能曲和內旋髖關節 並像臀中肌一樣 維持著行走時骨盆位置的穩定作用 也就是說以外觀而言 想要飽滿匀秤的臀部 同時鍛鍊三個肌群是不可或缺的啊 世界知名的翹臀專家Brett 他將下次的鍛鍊主要分為三個類別 第一個是垂直式的負重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深蹲硬舉跨步蹲等 第二個水平式的負重 像是臀推以及驢子踢腿 第三個水平面以及橫向的外開 像是我們的螃蟹走啊 或者是蛤蜊開腳等等的 都是屬於這個範疇喔 因此啊Brett總結 如果你想要的是外型以及功能兼具的臀肌 除了以大重量低次數的方式 來打造更強壯更有力量的臀部 也絕對不能忽略低重量高次數的肌肥大 以及多角度的臀部鍛鍊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開始正式的教學吧 第一個動作臀推是發展臀大肌 以及刺激腿後側前側跟內收肌群的優秀動作 能對臀大肌產生直接且全面的刺激效果 那臀推跟臀橋有什麼差別呢 兩者都能鍛鍊到臀部以及下背肌群 最大的區別就是臀推的身體是屬於墊高的狀態 因此需要更多的核心肌群來穩定 動作細節很重要 視線朝前下巴緊縮 動作過程以腳跟來發力 將我們的意識放在臀肌 頂峰收縮一到兩秒 接著慢慢的下降 那因為很多人跟我說他們做臀推的時候前側會感覺比較多 那如果你有這個困擾的話 會建議你的兩腳稍微再抓遠一點點 然後用腳跟來發力 推的時候都感覺臀肌收縮 這時候你的腿後側跟屁股會感覺比較左一點點 小技巧是做一個骨盆後傾 也就是夾緊臀部兩邊的肌肉 臀肌會更有感喔 那麼阻力臀橋的差別就是臥躺在瑜伽墊上 一樣推臀至極限之後慢速的下降 常見的錯誤是拱腰 並未使用臀肌發力上台 注意核心收緊用臀肌來收縮 並讓你的肩膀身體與大腿成一直線 抬臀的時候建議雙腿同時的抵抗翹臀圈 基本的動作掌握好之後 可以將啞鈴固定在骨盆處 增加負重以及動作的困難度 那如果你是在更為進階月的朋友 會建議你使用這樣的長條阻力帶 將黃鑽的阻力帶套在雙腳之間 並踩住 啞鈴放置於骨盆上方 抬臀同時抵抗兩個阻力以及啞鈴 推臀時緊縮臀部慢慢的下降 我推薦的訓練法是使用地檢組 先做雙阻力的負重臀肌 做到力竭之後放下啞鈴 直接再做徒手的雙阻力臀肌 下一個動作阻力的深蹲 要怎麼多感受到臀部肌群呢 深蹲的話很多人都會做 那主力深蹲的話也就是在兩腿中間套上 翹臀圈它可以去大大的提升我們臀肌的感受度 分享三個重點 第一個深蹲的下降範圍 就是當你下蹲之後 重心往下 屁股呢低於你的膝關節 所以下蹲的範圍一定要夠 因為你在最下方的時候 你才會激活到你的臀部 那第二個是 你的膝蓋要持續的外張 所以有一個口號就是 下去外開 盡量不要有內夾的動作 如果你內夾的話 第一個會造成你的膝關節不穩定 會給膝蓋比較大的壓力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啟動腿肌 第三個是屁股眨眼 很多人會犯的錯就是 當你比較全蹲的姿勢的時候 容易鬆掉 你的背部開始弓起來 這個就叫做屁股眨眼 所以盡量肺部保持平態 感受到臀部的發力 LV1進階的練法是阻力的停頓深蹲 我建議做快節奏 以低重量高次數的方式 持續的刺激囤積 進階的朋友呢 會建議你拿啞鈴來負重 我現在拿的是雙手 就是我的手掌朝上的去固定 叫做Gobble Squat 就是高腳背的深蹲 所以我會先把啞鈴固定在我的胸口 當我上半身穩定之後 慢速的下降 那你的相思可能會覺得 有一點的專心很正常 再來你也可以將啞鈴固定於胸口 做的是Gobble Squat 阻力的負重深蹲 或者你也可以將啞鈴自然的垂放 但是在頂端可能會稍微卡到翹臀圈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專注在臀部的感受即可 接下來呢 妹再分享一個更為進階的 很適合就是 在健身房常常要做 槓鈴深蹲的那種女生 在更為進階的練法是 將阻力帶放置於啞鈴上方 雙腳踩住阻力帶的兩側 連同阻力帶以及啞鈴一同抬起 也就是當你拉高的時候 收縮感是最大的 慢速的下降 建議節奏式上台的時候快 下降的時候慢 接下來這個動作 坐姿開腿 是屬於橫向外開的動作類別 那接下來這個動作呢 男人女孩必學 一邊看去的時候 一邊就可以在沙發椅上坐這個 坐姿的阻力開腿 我會把阻力帶呢 套在兩腿中間 如果你想要更困難一點的話 盡量往你的膝蓋去移動 打開的時候可以快一點 盡量的撐開阻力帶 在頂峰收縮一下 慢慢的回 我會把兩手放在我的臀肌 去增加連結感 那一開始做前面5到10下 你可能會覺得 沒什麼感覺 可是你可能做超過15到20下 你就會覺得 哇 屁股快炸了 然後再積住 然後再積住 再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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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這個動作 阻力恰恰 也是屬於橫向外開的類別 主要鍛鍊的是臀中肌 以及臀大肌的上緣 接下來這個動作叫做阻力恰恰 我覺得她的名字非常的可愛 因為她的動作就像是在跳恰恰舞一樣 那一開始我會請大家先扶住一面牆 或者是門把 有固定的東西 那上身前傾 然後站立腳已經保持支撐跟平衡之後 另外一邊腳往側後的打開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上身前傾 那我們的前腳站穩之後 後腳往側後的點滴 另外一個變化型可以是往側 往後的輪流點滴 抵抗阻力帶並慢慢的收回 下一個動作阻力跨步移動 橫向外開的類別主要是臀中肌 以及臀大肌的上緣 兩腳的佔據約與肩同寬 雙腳輪流往左右的跨步 兩腳抵抗阻力 那如果家裡有空間的話 也可以自由的隨處移動 好 那這個Crap Walk大家都很熟悉 這邊有另外分享一個比較變化型的練法 叫做Monster Walk 跟剛剛的跨步移動不太一樣的是 怪獸行走帶有前後的移動 往前走兩步 接著往後走兩步 進階的朋友呢 在Crap Walk或是Monster Walk的時候 可以加上啞鈴來負重 進階的朋友可以在跨步移動同時 加上啞鈴來負重 屯級會更有感喔 那接下來這個動作呢 是屬於跪姿的驢子踢腿 主要是水平式的負重 接下來這個動作呢 很多人都小看它的威力 叫做驢子踢腿 一開始我們先乘四足跪姿 接著上班層穩定核心收緊之後 一腳抬起 抬起的時候骨盆不要順勢的歪斜 所以你要轉回來 我們先穩住核心之後 一腳抬起至極限 接著慢慢的下漲 過程中我們的骨盆保持正不歪斜 與上方可以停留一下 接著慢慢的收回 那剛剛驢子踢腿是比較直上直下嗎 如果你想要多帶有一點臀大肌上緣 跟比較側向的臀中肌的刺激的話 大家可以做一個像是外抬腿 叫做小狗抬腿的動作 會很像一個小狗在尿尿一樣 那一樣重點就是不要太多的翻轉 盡量你的骨盆還是要保持正 多多去刺激你的臀肌 在做外開踢腿的時候 想像自己像小狗撒尿一樣 那注意髖關節不翻轉 向側的打開 刺激我們側邊的臀部 接著慢慢的收回 那我推薦的訓練法是 先做驢子踢腿 一邊腳大概做10到15下之後 不休息直接往側的開腳 兩個動作做完之後才換邊喔 那今天介紹的六個動作呢 會建議你搭配翹臀圈來練習 臀部會比較有感喔 每個動作的次數範圍 建議抓10到15下 或者是15到20下 一個動作做3到4組 然後每一週鍛練個3次 相信經過數週後 你的臀部應該會有所成長喔 那會想要create這樣子的微型電子書的 用意是在於說即使現在網路上 關於居焦鏈臀的教學 越來越泛濫 但是我還是深感到大眾對於如何 比較科學化式的鍛鍊臀部 還是缺乏更完整的認識 那我所撰寫的這個微型電子書呢 算是精華中的精華 它有分為Introduction 也就是臀部肌肉的解剖解析 以及YouTube的動作語音示範 跟健身的重要觀念 還有最後的Q&A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一個想要在家裡面 認真地打造臀部的人 這個微型電子書 以及裡面所附的課表 會對你相當的有幫助喔 你只要購買這個可愛的抱紋的翹臀圈 注意這個是限量版本 就會直接附贈這個電子書 舒服非常有限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